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大两岁 他也在体制内工作 还没有退休 我们只有一个儿子 从小我们就把这个宝贝儿子当作掌上明珠似的疼爱 我的丈夫家是三代单传 我的公共婆婆都是退休老人 从小把这个孙子放在手里怕掉了 放在口里怕话了 这样说一点也不夸张 儿子读大学的时候 公共婆婆每个月给他四千块钱的生活费 我们都觉得给的太多了 可是我婆婆却说 不能让孙子饿着 现在的大学生条件那么好 不支撑都不行 哪能饿着呢 虽然我们都很宠儿子 不过让我们欣慰的是 儿子从小就比较懂事 他也不乱花钱 他对我们很孝顺 对爷爷奶奶更是非常关心 儿子在大学毕业后 回到了我们身边工作 他认识了一个来自农村的姑娘 虽然姑娘的家境一般 但是她很善良 长得端庄而又大方 我们也非常喜欢 儿子结婚后 他们小两口单住 他们开始自己过日子了 可是我还非常不放心 我担心儿子和儿媳妇不会做饭 我还担心儿子平时吃精菜少 不吃水果 对身体健康有影响 甚至我害怕儿子晚上熬夜 玩手机 打游戏 不好好休息 我恨不得天天住在儿子家里 监督小两口的生活 可是丈夫对我说 你少来那一套吧 儿子到二十七八了 你还以为他是小孩子呀 我这才打消了去儿子家住下的念头 我去年五十五周岁退休以后 有了大把的时间 我觉得终于可以全身心地照顾儿子家了 我有儿子家的钥匙 我经常过去给儿子家打扫卫生 儿子家地面脏了 两个年轻人也不知道收拾 我就先拿拖把拖一遍 然后拿块妈不跪在地上 一点一点地给擦干净 我累得腰酸背痛 儿子和儿子和儿媳妇回来的时候 我就诉苦 说给你们拖地壳把我累坏了 他们却说 妈 你不用帮我们打扫 我们也没觉得没有多脏 似乎我干这些活根本没有必要 儿媳妇就开玩笑说 妈 你歇着吧 要是把你的腰给累坏了 我们可承受不起啊 我爸会来找我们兴师问罪的 我就说你爸可不敢找你们的麻烦呢 我为了儿子家处理 我愿意 我高兴着呢 当媳妇生了孙子以后 我更忙更累了 丈夫心疼我受累 就建议我们雇了一个保姆 虽然有保姆照顾孙子 但是我还是不放心 我能自己动手的就得亲自去做 虽然有了孙子 我对儿子和儿媳妇的关心一点也没有减少 儿媳妇坐月子的时候 儿子下班回来就在儿媳妇的身边 问着问哪 我就嫌儿子太累了 我说 儿子 你上了一天班回来 赶紧去吃个水果 喝杯茶 等会吃完饭好好休息 我说的次数多了 儿子和儿媳妇都不高兴 尤其是儿媳妇 她说 娘 你去忙你的吧 你儿子多大了呀 她知道自己该怎么做 不用你操心 我们两口子说句话还不行吗 儿媳妇的话有些不中听 但是我也不好反驳 毕竟她说的也有道理 我每天都会买东西 把儿子家的冰箱给塞得满满当当的 都是儿子和儿媳妇爱吃的青菜 肉类 还有水果 儿子从小爱吃芒果 我就从网上学到了最新方法切芒果的方法 把芒果给齐得齐齐整整的 插上牙签 放在盘子里再盖上保鲜膜 等儿子回来吃 儿媳妇爱吃榴莲 平时我可不舍得买给自己吃 我也很喜欢吃榴莲 在超市里逛的时候 我都特意到水果摊前闻闻榴莲独特的香味 过过瘾 自从我知道儿媳妇爱吃榴莲以后 我都会花三四百块钱买一个 我自己吃一小块 其余的都给儿媳妇吃 媳妇非常感激 她说遇到了一个疼她的好婆婆 她母亲对她都没有这么好呢 我很欣慰 只要儿媳妇知道感恩 我就知足了 我听一些大姐说 她们给儿子家出钱出力 但是儿子儿媳妇却对她们冷眼相待 觉得婆婆所有的付出都是应该的 让她们非常伤心 那天我又把水果切好给儿子吃 可是儿子在那里玩手机 我叫了好几遍都没有答应 我有些心烦 可是儿子还没有好气地说 妈 我这会儿不想吃水果 你干嘛非得让我吃呀 你先放在那里吧 我什么时候吃的时候再说 儿子的顶状让我有些生气 我好心好意地给你切水果 你怎么还和我顶嘴啊 我坐在那里黯然神伤 可是儿媳妇不但不向着我说话 她反而说 妈 你儿子现在都快三十岁了 也当上爸爸了 你不能这样惯着她了 你这样惯着她 她到什么时候才能长大呀 我马上对儿媳妇说 这是我的儿子 在我的眼里 她不管多大都是个孩子呀 我是她妈 只要我身体好 能动她 我该关心她就得关心她 该疼她就得疼她 我已经习惯了 儿媳妇一听我这样说 转身就进了卧室 气得好几天都没有和我说话 孙子好几个月了 虽然还不会说话 但是越来越可爱 我们一逗她 她就会露哥哥地笑个不停 儿子下班后 她抱着孩子就爱不释手 不肯放下 我总会马上把孙子接过来说 儿子你上班很累 快点去休息 我来给抱着孩子 儿子还没有说什么 儿媳妇就生气地对我说 妈 你不应该管这事 让爸爸抱抱孩子 有什么错 这样可以增加父子之间的感情 也可以培养他的责任心呢 我说 培养责任心 不在这一时 我心疼儿子抱孩子受累 我当奶奶的抱孙子 不也应该嘛 让我的儿子好好休息 也没错呀 儿媳妇又甩脸子给我看了 我就装作若无其事 因为我天天泡在儿子家里 儿子家的水费 电费 燃气费都是我给缴费的 那天正做着饭 突然没有了燃气 我赶紧喊儿子和儿媳妇 你们两个人谁有空就出去冲上燃气费 我等着做饭呢 可是儿子和儿媳妇都没有应声 我只好借下围裙 骑着电动自行车 风风火火地去了附近的缴费店 冲上了燃气卡 回来后我又开始做饭 儿子和儿媳妇照样在那里玩手机 他们谁都没有觉得我这样做非常辛苦 应该感激我 我心里就有些失望 可是我这个人大咧咧的 很快就忘记了 我天天在儿子家里照顾他们 我就没有多少时间照顾我丈夫了 丈夫当时还得上班 我就让他来儿子家吃饭 可是他说他一个当公共的和儿子儿媳妇在一起 觉得很不自在呢 他就一个人在家 糊弄着随便吃点 丈夫对我就很有意见 嫌我只顾儿子和儿媳妇 而忽视了他 我也觉得对不住丈夫 可是我还是不放心儿子和儿媳妇呀 那些日子 丈夫去外地出发 我就直接住进了儿子家里 我去买菜的时候骑着电动车 不小心摔了一跤 把脚踝崴崴着了 我一瘸一拐回来了 可是我还是坚持给他们洗衣做饭 儿子和儿媳妇都劝我好好休息 可是我不放心呢 我怕儿媳妇炒菜不合儿子的口味 担心他把盐放多了或放少了 影响儿子的食欲 到了周末的时候 我要陪着儿媳妇回娘家 说实话 那天我不想让他们回去 因为当时天气比较冷 他们抱着孙子去 乡下又没有暖气 把孙子冻着怎么办 但是儿媳妇说 妈 我娘家里虽然冷 不过我给孩子穿得厚不要紧 家里又生着大炉子 把炉子烧得旺一些就暖和了 我还是不放心 我极力劝说他们不要回娘家了 儿媳妇的脸色就很难看了 他说妈你管得太宽了 我和娘家和你有什么关系 我有些委屈 我为了他们好 竟然嫌我多管闲事 我怕得罪了儿媳妇 我赶紧掏出了五百块钱给儿子 让他出去买礼物送给亲家的 儿媳妇的脸色 这才稍微缓和了一些 他们回娘家了 我在想是不是真的管多了 我要是别多说那些话的话 也不用花这五百块钱了 说起前来 我也心疼啊 自从退休后 我每个月的退休金全部给了儿子家用了 平时我连买件衣服都不舍得 老伴以前的时候 每天都要喝一包牛奶 后来我都不太舍得给他买牛奶了 我的退休金都花给了儿子家 丈夫的工资还要负担家里的水电 煤气等费用 再说还得攒点养老钱呢 人上去年纪了 有点毛病想恢复就比较慢了 我自从把脚脖子崴着了以后 好长时间走路都不方便 可是我依然坚持把儿子和儿媳妇还有孙子 照顾得周周到道的 丈夫出差回来 知道我脚崴了之后 就说你赶紧回来吧 你不要在儿子家里了 你说你说这个类图什么呀 我才不听她的呢 痛点我还能忍住 要是让我一天看不到儿子和孙子 我可忍不住 我觉得没有几个婆婆能做到像我这样的 为儿子家鞠躬尽瘁 有的时候我都被自己感动了 可是慢慢的 我却发现了一个很大的问题 那就是儿子和儿媳妇 对待我的态度越来越冷漠 再也不像以前那么热情了 我就很纳闷 我哪里做错了呀 我怎么对不住他们了呀 难道我为他们出钱出力还能得罪人吗 那天我一瘸一拐地又为儿子切好了水果 儿子和儿媳妇正在卧室里哄着孙子玩 我把水果端过来之后 喊了他们好几声 谁都没有理我 那就一直尴尬地站在那里 把水果给放在了床头柜上 我有些生气地说 我的脚脖子到现在还疼 来给你们送水果 你们都不搭理我 怎么回事呀 没想到儿媳妇哭丧着脸说 妈 你现在脚脖子受伤了 都还没好利索 还在忙前忙后 你说你这是图什么呀 你这样给我们送水果我们还有脸吃吗 还好意思吃得下吗 我们想不了这个福啊 而媳妇的话说的好听爹是为了关心我 说的难听爹其实舅舅是烦我了 而媳妇的话把我说的脸上红一阵白一阵的 走也不是站也不是 儿子看到我非常尴尬 他马上给我找个台阶下 他对我说 我媳妇说的有道理 你做的也没有错 不过现在我确实大了 这些事我们自己都可以做 你不要这样为我们费心费力了 以后把你自己照顾好就行了 儿子的话 让我若有所思 但是还没有完全放在心上 以前我知道儿子爱吃猪肉馅的大包子 那天我发好了面 准备给他们做大包子吃 热乎乎的大包子出锅了 我装盘放在餐桌上 儿子和儿媳妇都在卧室里玩手机 我喊了三遍 他们也没有出来吃 包子都快凉了 我又准备过去喊他们的时候 到了卧室门口 我突然听到儿媳妇在说 我真的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其实今天我一点也不想吃大包子 我已经买回来了火上 准备炒个青菜吃就行了 谁知道咱妈却拌了那么一大盆的肉馅 油腻腻的大包子 谁吃得下呀 儿子接着说 我喜欢吃大包子 那是小时候的事了 我妈到现在还记得 我现在都这么胖了 快180斤了 我妈还一个劲地使劲头喂我 这两年我的体重长了30多斤了 这还了得吗 而媳妇央求儿子说 你得和你妈谈谈 以后让她少来我们家里 她在咱们家 我觉得处处不方便 虽然她是好心 可是她在这里严重影响了我们的生活 我们所有的饮食齐居都要听她的 要是不听她的 她就生气 我可不想过这样的日子 一天也不想过下去了 再也受不了 儿子安慰儿媳妇说 说句实话 我也不想让我妈来咱家 可是她的好心好意 咱们也不能辜负了呀 她在这里我都觉得有种压抑感 她觉得我还是个小孩子 处处需要她的照顾 其实我仿佛被我妈天天监视着 我一点自由都没有 一会不让玩手机 一会又让我吃水果 还把我当三岁小孩对待 说出去真派人笑话 接着儿子和儿媳妇又在那里商量 找个什么样的理由让我体面地离开 不至于让我太尴尬 听到这里 我的心迅速往下沉 瞬间凉透了 我再也控制不住眼泪了 我在儿子家受了这么多累 脚脖子外伤了 我都忍着疼痛来照顾他们 可是他们竟然这样不知情 觉得我在这里严重影响了他们的生活 真的是这样吗 难过之余 我也开始反思自己 我从头到尾想了一遍 自从儿子结婚到现在 我付出了太多太多 我的身体都受到了严重的影响 我的退休金花光了 老爸对我很有意见 我自以为是个好婆婆 可是没想到儿子和儿媳妇 都坚决反对我天天来他们家里出钱出力 看来我真的做错了 老伴知道以后 说活该 你应该早回来了 还用人家赶你吗 你天天在儿子家打扰他们 换做谁也不高兴 从那以后 我来儿子家的次数越来越少 我心里还是不放心儿子家的生活 偶尔去儿子家一趟 我发现他们的生活 并不是我想象的那样糟糕 他们把自己的一日三餐安排得好好的 孩子也带得很好 我的生活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我开始好好关心丈夫 好好体贴他 丈夫才是我真正的依靠 是陪伴我走到最后的人 儿媳妇和儿子对我的态度越来越好 他们对我非常尊重 偶尔送我礼物 来我家的时候会给我买水果 儿子一家三口轻松愉快地生活着 这时候我才知道 我以前付出了那么多 自以为做得很到位 但是没想到却给儿子和儿媳妇带去了沉重的负担 让他们反感 看来父母不恰当的爱也是矛盾的根源 儿女成家立业以后 做父母的该放手就放手 他们早晚得面对生活中的风风雨雨 父母年纪大了 不该管的事不要管了 好好享受自己的晚年生活吧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 如果您有喜欢的故事 记得在视频下方留言 我们会尽力满足您的需求 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